越趣自知 風趣粵語自 駐港 如福智 我這幾天沒吃飯了 可惡 這一類的嘆氣話 我每次都聽得到 又在普通話那邊 是沒有同樣的表達方式的 你們試試逐個字 轉成普通話來講一下 我自聽未出飯了 陰公 哈哈 誰聽得懂你 所以這句話 如果用回普通話來講 就要加多幾個字才行 我自聽未出飯了 幾點我吃 滋滋得吧 給點我吃 滋滋得 這樣就是陰公了 所以陰公 用普通話來講 基本上是 職德 這樣的意思 而廣府人之所以 說成陰公 原本就是說 人做了好事 陰曹地府 就會替你記一份工 所以用到陰公這個詞 那就關係到陰曹地府 有為因此就說 那這句話呢 是謎信話來的 這樣說 其實呢 語言 是有它的文化底蘊的 外地來的朋友 和老一輩的本地群眾 接觸得多 有些東西就不太明白了 要明白些什麼 明白文化上的隔膜 老一輩人 特別是老太婆 我 陰公這兩個字 是幾乎天天不離口 罵貪官污吏 是說他們無陰公 說到電話詐騙 是無陰公 受到冤屈 說是無陰公 有人擺石頭在路中間 亦都說他無陰公 貪污詐騙 怨禮 人不顧公 都是缺德的行為 照這樣看來 缺德就叫做無陰公 其實呢 廣府人說到陰公 即是說德行 沒有什麼迷信的意思 不過有人說 陰公這個詞 畢竟是由佛教那裏過來的 不知道但是 佛教也是導人向善的 不要太計較了好不好 剛才說的老闆又說 說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流浪漢說想吃蘋果 沒有說說要想唱歌 那吃蘋果和唱歌 有什麼差勁呢 五歲之下 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其實呢 只是一句應用的話 比例如我以前年輕 喜歡爬山 那現在我老了 爬不到山 就可以形容說 唉 都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所以啊 現在就真的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那邊還看到有什麼擴台 不過話說實話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最重要的還是要講一下質量 那先頭的老闆又說了 說是米子耳我 問另一間店裡拿 那這個米子耳 用普通話說呢 就是扁住嘩 米子耳 是廣府地區的老街坊 他們呢 又是時事 這樣說的 據我推斷 所謂米就是 不要 只就是指望 以就是依靠 合起來 就是說 不要指望 不要依靠 這個意思 如果反過來說 這件事呢 我只依你了 要這樣說的話 就是靠你了 這個意思 那指耳和米子耳 其實呢 是很生動 又很易用的 不過呢 現在就好像 很多人都已經 不記得了 怎麼用 那這裡呢 我們就來演繹一下 比如現在 你趕著想借一本 廣府謊言辭典 你又不空去圖書館 不對 利亞茂 他要去圖書館 那你就可以這樣 來求他了 喂 利亞茂 幫個忙 順便給我借一本 廣府謊言辭典 回來啦 為了引起 李亞茂的重視 你還可以加他 喏 我知道你了 而 李亞茂 這份人 呵呵 我就知道 他是屁屁屁的 所以我就要提醒你 如果有別人去圖書館的話 你還是托多個人 罷了 別指已曬 你都謀理呀